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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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马上就要来看到焦点咯 各位观众 第一位来到现场的选手是谁呢 一起来欢迎 年仅18岁的游泳选手陈亮达 欢迎 亮达她年纪轻轻的才18岁而已 这次是她第一次前进到东京帕运会 就拿下好成绩 她在游泳S7级别400公尺自由式的决赛 游出5分10秒65第8名的佳鸡 不要看她年纪轻轻的 其实这几年在国际赛都有很棒的成就 包括在2018 雅加达雅趴越远拿下过两面银牌 亮达也说今天有这样的成绩 非常感谢父母还有阿公阿嬷对她的照顾 她也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伸仗者 朝梦想前进 欢迎亮达 紧接着 里车再来的是我们的游泳代表团教练 梁峰君 欢迎教练 梁教练曾经栽培过很多优秀的游泳选手 其中一个就是陈亮达 那么梁教练在亮达的帕运之路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也是从亮达很小的时候 就带着她到处比赛并且训练 梁教练也说 亮达这次在东京帕运比赛的成绩跟秒数 都有达到她设定的目标 那么接下来梁教练也将继续陪伴亮达训练 目标锁定明年10月份的雅帕运 欢迎教练 紧接着要步上红毯的是谁呢 我们来欢迎的是帕运的跳远好手 杨川辉 川辉也是这一次我们台湾代表团的掌棋官 那么这一次她在东京帕运带上上阵 在T11级跳远以6公尺07拿下第四名的好成绩 这个难度有多高呢 杨川辉面对眼前的黑暗 她每一次跳跃其实都得鼓起很大的勇气 不过她没有被击倒 一路过关斩将 包括在2013年的法国里昂IPC田径市井赛就拿下银牌 甚至连短跑在2014年人穿亚帕运100公尺 还破大会记录11秒70摘下金牌 那么这一次呢她也有好成绩 她也相信这样子努力可以为很多人带来力量 欢迎川辉 紧接着要步入红毯的下一位是田径标枪选手刘雅婷 欢迎雅婷 雅婷也是这一届帕运代表台湾的掌棋官之一 雅婷已经是第三次挑战帕运最高殿堂了 非常的厉害 这次在东京帕运田径女子F13级标枪决赛 她直出本季个人最佳的32公尺四次 收下第六名 那其实雅婷在升高中前参加的是游泳 后来转换跑道改练田径 从此雅婷的人生展开不一样的旅程 在参加过短跑跳远铁饼牵球之后 她发现自己最爱的仍然是标枪 因此不管在训练或是生活 她都非常的自律 不断突破自我 雅婷说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绝望的人 从这句话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强大 我们欢迎雅婷 紧接着要来到红毯的这一位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桌球好手陈明志 欢迎明志的到来 这位国际赛好手屡屡拿下好成绩 其实明志这一两年 她都在帕拉桌球TT5级排名世界 维持在前二 那么这一次呢 是她第二次叩关帕运会 她在东京帕运会獲得TT5级男子单打第五名 欢迎明志 好明志呢 从小就是一名桌球好手 也是在父亲的栽培之下 一路努力打进到国立体育大学 即便2011年经历了车祸 但是在桌球教练的父亲鼓励之下 要她别放弃 所以她一次一次的努力之下 转战帕拉运动 所以后来明志不仅在2016年的 里约帕运会拿下南屯银牌 她还在2018年又拿下了亚帕运的银牌 所以现在包括她的父亲家人也鼓励她 可以把下一个目标 要瞄准在2022的杭州亚帕运 甚至要迈向2024年的巴黎帕运 当然明志这几年这样子的好成绩 她也表示了 爸爸还有太太以及教练 真的是她前进世界舞台的最大动力 她也希望能够持续努力下去 要再打桌球多打几年 希望这样子可以打球来到50岁哦 希望也可以鼓励更多身心障碍者 参加运动 享受运动 至于这一次陪同明志一起到场的 还有她的夫人 她的太太林彦颖 明志一路来拼战 其实她的太太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支持角色 那我们再次欢迎明志夫妇一同来到总统府 明志从小生长在桌球世家 她从小就是比赛的常客 那接下来大了之后到处征战 因此太太的支撑成为她很重要的力量 现在太太也鼓励明志要瞄准2022年的杭州亚帕运 所以我们相信还是可以持续看到明志在这片天地的努力 明志说希望透过她自己的参赛 甚至是成绩 鼓励更多人享受运动 希望在成功将自己推上世界舞台的时候 也靠着过去累积的经验 可以放开心胸 稳定发挥 她的实力继续夺牌 要为自己还有为国家争取更高的荣耀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明志的夫人 也一起陪同她入府 那么在这个难得的时刻 能够有家人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荣耀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这次东京帕运的代表团当中 我们的桌球选手一共是有四个人前来参赛 那其中呢 常常在国际赛出征的 这一位就是陈明志 那今天她跟着太太林彦颖 一同通过总统府 这边由国防部三军仪队所搭起的剑门 象征着荣耀 我们用最慎重的方式 欢迎陈明志夫妇 一起来到总统府场厅内 也谢谢明志的努力 从这次东京帕运会 我们也透过转播 其实都可以看到选手奋战的精神 甚至在赢下每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都跟着选手一样非常激动的 再次掌声欢迎明志夫妇 欢迎你们 好 接下来要入场的 同样是一位桌球选手 这次我们桌球代表队 总共有四位选手来到东京 我们要看到这位桌球好手是林姿瑜 欢迎姿瑜 姿瑜非常的可爱 才21岁喔 她就已经在国际赛当中 表现得非常亮眼 拿下过很多赛事奖牌 包括2018年的 亚加达亚帕运的团体赛银牌 还有2019年的帕拉桌球 亚锦赛团体赛金牌 2020年帕拉桌球 埃及公开赛单打银牌 还有团体赛金牌 非常的厉害 这次她代表台湾 出发到东京拿下团体赛第五名 她说这次帕运真的是收获满满 她的目标也会放在明年的杭州 亚帕运要继续努力 欢迎姿瑜 紧接着里车抵达的 就是我们桌球代表队的教练 欢迎教练林佳蓉 还有蔡桂兰教练 教练真的是非常辛苦 陪伴着选手一路征战 蔡桂兰教练说她从大二就开始 带着国家队至今了 她带着选手包括有碧春 明志 甚至2018年之后 开始带着林姿瑜 田晓文 这些国家队的选手一路奋战 她也特别感受到 这一次真的国家队 受到大家的关注非常多 不管是各界的支持跟鼓励 她们都感受到了 她非常感谢所有人 可以看到这些选手的努力 因为这些运动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攜手 继续做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这里也非常感谢林家荣教练 还有蔡桂兰教练带领我们的桌球国家队 欢迎你们 紧接着历琳总统府的这些贵宾 非常的重要喔 她们都是顶尖的国际执法裁判 还有技术官员 因为获到国际赛事的肯定 邀请她们到东京帕运 来担任评审裁判的工作 一起来欢迎她们 有轮椅网球主分级师蔡云岸 桌球审判委员吴升光 地板滚球主分级师谢正宜 铁人三项裁判戴梁辉 跆拳道裁判戴淑华 射箭裁判潘玉璇 羽球主审王超伟 羽球审审审 羽球审审 陈慧芬 轮椅网球裁判 轮椅网球裁判 谢淑菲 轮椅网球裁判 林孟平 谢谢所有国际执法裁判 还有技术官员 你们都是台湾之光 欢迎你们 谢谢所有代表团 大家一起的努力 让台湾再次被世界看到 接下来要抵达总统府的这位选手 是柔道选手李凯琳 欢迎凯琳 李凯琳出身柔道世家 他的父亲 叔叔 哥哥 都是市长柔道选手 他的叔叔 李清中更是1996年 亚特兰大帕运会柔道金牌得主 至于李凯琳更加的耀眼了 他生涯三度闯进到帕运最高殿堂 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拿下银牌 这次在东京帕运女子48公斤急则 是拿下第五名 身为柔道人 李凯琳说 能够代表台湾 在日本的舞蹈馆出赛 是一件非常光荣 而且很开心的事 那一路走来 凯琳也让所有台湾人 看见她的坚持 这样的凯琳 台湾永远以你为傲 欢迎凯琳 紧接着要进入到总统府的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医护团队 让我们引起用掌声欢迎他们 是由黄雅萍医师担任的医疗长 及随团队医 还有运动防护师苏文江 一起进驻到选手村 为选手提供医疗照护 还有运动防护 另外还有刘俊伟防护员 则是从赛前集训 就开始陪伴着我们的选手 有他们细心的招呼 给予我们整个代表团 所有的选手 最无后顾之忧的医疗支持 所以这样我们的帕晕英雄 才能够在场上尽情的发挥 所以要再次感谢 这群默默付出的医疗人员 谢谢你们 是伟大的幕后英雄 欢迎 好的 接下来要登场 我们一起把目光来到的是 羽球选手方振宇 欢迎振宇 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研究所一年级 今年东京帕运会第一次 纳入羽球比赛项目 振宇就取得了参赛资格 而且在SU舞级拿下第四名 生涯熟度在帕晕最高殿堂的初赛 就有亮眼的好表现 真的值得掌声 她也很感谢母亲一直以来 给她乐观的力量 因为妈妈常跟她说 不要常想着自己失去什么 而是要想着自己还拥有什么 因此养成她积极的态度 这一次闯进到奥运 就拿下第四名夹击 欢迎你 好 一个选手要有好的成就 背后的教练也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要进场的就是 我们的羽球代表团 季世青教练 欢迎教练 教练好 季教练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这一次呢 她也是很重要 带领郑宇一路打进到了 东京帕运甚至创下的夹击 郑宇自己也说了 能够来到国体大 遇到这位教练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也很幸运 在教练的指导之下 可以这样获得好成绩 当然季教练也给予实时 给予事实的赞美跟鼓励 也让选手们增添了很多的信心 谢谢教练的付出 带领选手 这次在东京帕运会拿下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要登场的选手 可能很多人已经在网路上 听过她的故事了 一起来欢迎 足球女子单打选手 卢碧春 欢迎碧春 碧春现年58岁 其实她是本届 东京帕运代表团里面 最资深的选手 她其实是在42岁的时候 受到先生还有孩子的鼓励之下 才开始展开了桌球之路 那么欢迎碧春 这次是她第二次前进到帕运会 这真的是完成了非常棒的一个成就 那虽然碧春她是比较晚起步 42岁才开始打桌球 但是我觉得她的故事 非常可以振奋大家的心 因为她在站稳了之后 打出兴趣了之后 立刻就成为帕拉桌球TT4级别的金牌霸主 而且卢碧春她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达成五连霸的成就 非常的惊人 甚至在2018年 亚帕运的时候拿下银牌 至于这一次则是获得第五名 那我们在画面中一起看到的呢 就是她的先生林我卿先生 今天也陪同着太太一起来到现场 哇 当年就是在先生的鼓励之下 碧春才开始打桌球的 所以今天在这荣耀的一刻 先生也陪着卢碧春一起来到现场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桌球女子丹娜 选手卢碧春了 其实在东京帕运之前 她有一个小故事 是儿子记录下 她在参赛前的心境转换 儿子说 卢碧春其实在赛前刚好看到了 奥运会上庄志渊的桌球比赛之后 卢碧春因此非常的振奋 她说她要向桌球教父庄志渊的精神来看齐 也就是这句话 展现出碧春面对挑战时 勇敢 纯粹 奋战的精神 所以今天她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一起来到府里面 通过这象征最高荣耀的剑门 我们再次欢迎卢碧春夫妇 欢迎你们 也谢谢碧春的故事 透过儿子写下了之后 在网路上鼓励了很多人 谢谢 欢迎碧春 谢谢 欢迎碧春 欢迎亚璇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能够前进到帕运最高殿堂 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了 而林亚璇却已经是六次叩关帕运会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亚璇的成就还有过人的努力 曾经有非常熟视建立运动的副健师 告诉亚璇 说因为她的脊椎受伤 所以健身可以 但是如果要把建立当成竞技运动的话 会非常吃亏的 不过这句话并没有打倒亚璇 亚璇没有放弃 她仍然每天来回50公里的路程 到学校建立队训练 因此在1999年之后 选上了建立国手 就这样展开她的征战 代表了台湾参加了亚帕运比赛 甚至在2008年北京帕运 举出第六名的成绩 更增添信心 就这样子 来到了本届的东京帕运会 已经是她第六次参加帕运了 并且拿下第七名的成绩 那我们这次很开心 可以看到亚璇来到总统府的现场 亚璇曾经说 如果没有办法放弃 那就要更努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为永不放弃的亚璇加油 欢迎亚璇 紧接着 最后压轴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女子桌球单打 同牌选手田晓雯 欢迎晓雯 欢迎晓雯 晓雯生涯第一次闯进帕运会 就拿下好成绩 这次在东京帕运女子桌球 TT十级赛事 晓雯现在分组预赛取得三战全胜 而且每一战都是直落三 击败对手 甚至在击败南城的澳洲对手后 她还跟教练抱在一起大哭非常的激动 这次她抱回铜牌 她说桌球带她认识了很多人 也让她发现了很多人的关心 过程当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 让她非常的感动 我们再次掌声 欢迎所有代表团还有选手 以及教练来到现场 欢迎你们 Our Heroes 台湾英雄勇者无敌 现在所有代表团的贵宾 都已经进入到府内了 那我们这次也要非常再次感谢 教育部体育署 还有中华民国残障体育运动总会的努力 因为这两个单位的努力 所以让我们在疫情期间 仍旧可以透过转播 看到选手们在东京帕运会的好表现 你们真的激励了很多人的心 也让台湾人的心再度凝聚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好的回忆 那么接下来 来到总统府的场庭之后呢 我们首先就有一项表演准备 要送给你们哦 接下来就要欢迎 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 阿美族创作型歌手 舒敏恩 还有市场钢琴家 黄玉祥所带来的演出 掌声欢迎他们 阿美族创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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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有你做愛感 迷了不達地固 我认为你我生일 我的天空 我许想想想想想想想生日 我许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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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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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次感谢苏命跟玉祥用这样子的歌声歌词 一起来送给我们的台湾英雄们 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除了选手之外 还有教练团甚至团本部 医护团队 还有我们的国际执法裁判以及技术委员 欢迎你们也再次感谢你们站上世界舞台 让台湾再次被看到 谢谢 紧接着马上总统就要来接见我们的台湾代表队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小英总统 还有赖副总统 以及苏院长的莉玲 今天呢 透过Our Heroes 台湾英雄勇者无敌的活动呢 总统要特别欢迎大家的到来 那我们透过现场全程的直播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一起来为我们的运动员喝彩跟打气 现场除了说在场厅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我们的选手运动员之外 在三楼这边呢 还有团本部的贵宾 那甚至还有我们国际的执法裁判跟技术委员 你们好 对 今天非常开心的场合 我们除了要分享我们这个帕运会英雄的喜悦之外 我们真的也要再次感谢 因为让台湾可以被看见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用体育运动的竞赛 能够前进到帕运会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同时呢 大家这次还有这么棒的成就跟表现 因此总统也要特别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小英总统 賴副总统 还有苏院长 欢迎 欢迎总统 总统好 副总统好 院长好 我们今天除了现场的教练团跟选手之外 在三楼这边有贵宾 也欢迎总统跟院长跟副总统 跟大家挥挥手 谢谢 好 总统请若坐 谢谢副总统也请若坐 那我们请院长请留步 接下来的致辞 我们首先欢迎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苏院长来为我们进行致辞 总统 副总统 韩部长 陈正伟 李秘书长 所有的选手 教练 裁判 家属 衣服 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有人说 今年夏天 台湾人因为东京奥运而热血会疼 我要特别说 也因为东京奥运而满满感动 在东京奥运大家看到 很多选手发挥体能的极限 展现亮丽的成绩 但帕运的选手更是超越障碍 发挥运动家的精神 不但为自己创造最好的成绩 也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 就像我们帕运跳运选手杨川辉说 我看不见世界 但因为跳运 我让世界看到台湾 就是各位帕运选手 有这样的精神 让台湾人特别的感动 所以今天总统 特别在总统舞用这么大的热忱 欢迎来表示国人的感谢 而政府也一定会持续的 用最大的力量资源来支持各位 让这样的精神做台湾人的典唤 也请各位继续加油 创造更好的成绩 突破障碍 让自己没有极限 今天再一次特别感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院长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 欢迎副总统赖清德 赖副总统来为我们致辞 赖总统 苏院长 教育部班部长 还有奥运 帕运 我们慕团长 过去立法院的好同事 王滬团长 所有帕运的英雄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总统非常贴心 在欢迎奥运的英雄凯旋归国之后 用同样的规格 欢迎帕运的英雄回到台湾来 我今天很荣幸 可以在总统府陪同总统一起欢迎大家 而你们的表现 也没有让国人失望 你们克服的各种的困难 深深的感动全体的国人 同时呢 你们的表现 也让在台湾 有其他身心障碍的朋友 给予很大的动力 你们是他们的灯塔 所以我衷心感谢你们 也钦佩你们 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 为国继续争光 当然也要感谢牧团长 王滬团长 所有后勤资源的团队 以及家属持续不断的努力 谢谢你们 我们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副总统 谢谢 好 我们知道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十分致力于改善台湾运动员的环境跟资源 因此这一次呢 也要特别感谢东京帕运会的选手们 跟代表团的努力 邀请大家入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总统蔡英文致辞 欢迎小英总统 我们麦副总统 我们书院长 我们潘部长 还有我们慕敏珠团长 你变漂亮了 还有我们的副团长 那么我们还有总统府 李大为秘书长 我们现场所有的帕运的选手 也就是我们的英雄 还有家属教练 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到东京去比赛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 我要欢迎各位选手 教练 裁判和后勤团队的伙伴 来到我们总统府 刚才许多的国人都透过电视或者直播 看到我们的帕运英雄走进总统府的大门 接受我们三军仪队的剑门迎接 我们再一次的出动我们的三军仪队 比照我们迎接奥运英雄的规格 就是要用这样隆重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帕运英雄的敬意跟感谢 如同今天的帕运主题 各位代表台湾 踏上帕运圣坛 都是台湾人心目中的英雄 都是台湾人心目中的英雄 透过转播 我要向大家再一次的介绍 我们了不起的帕运选手 首先 我要介绍最年长被称作是最强阿嬷的桌球选手 卢碧春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叫你阿嬷 你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喔 不只是你的家人 全台湾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平静 在帕运赛场上 台湾桌球的实力也受到普遍的肯定 这一次第一次参加帕运就赢得铜牌的钱晓雯 钱晓雯大家好 我要再当面的再恭喜你一次 谢谢小雯 还有其他几位桌球好手都表现优异 我们桌球一个陈明志在那里 还有和我们小雯搭档的林之瑜 还有一个在那里 我也很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 还有许多人都很熟悉 这次开幕式的掌棋官 我们田径选手刘雅婷跟杨川辉 我非常喜欢川辉所说的 透过跳远我要让台湾被世界看到 川辉你已经做到了 我们给他掌声 再次的代表团还有两位资深的选手 建立选手林亚璇 额道选手李凯琳 谢谢你们持续的代表国家出赛 那么此外也有年轻的新秀游泳选手陈亮达 还有羽羞选手方正宇 你们精彩的表现完完全全是英雄初少年 这十位选手在比赛中全力以赴 我也注意到跨运期间 很多人在网路上 当选手们的啦啦队 一起来集气加油 就连选手的内心化比赛的照片 也都变成图卡 一支转船讨论 选手们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 能引起这么多的回响 也要归功于我们辛苦付出的教练 医师防护员以及后勤团队 大家是不是也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还有羽群在幕后的英雄我要特别介绍 那就是在帕运舞台上执法裁判 以及担任分级工作的分级师 一场高规格的比赛 背后都需要专业的贡献 我们也给他们一次掌声好不好 身为总统 看到台湾的选手 不断的挑战自我极限 挑战帕运竞赛 国人也给予大力的支持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来跟大家说 在东京帕运过后 政府对身脏运动的推广 对帕运选手的支持 还会做得更多更好 这几年来 我们要谢谢教育部的努力 持续的推广身脏运动 增建无障碍运动场馆 也启动帕运选手备战计划 提供量身打造的培训模式 这些经验 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延续下去 我也要对现在正在收播 收看我们转播的国人朋友说 请跟我一起支持我们身脏运动 一起打造无障碍的运动环境 最后 我要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帕运英雄 无论这次的成绩 是不是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你们都已经用精彩的表现 证明运动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人生可以有无限宽阔的可能性 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给自己一个掌声一个鼓励 也让我们一起延续东京帕运的这一份感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总统 在帕运期间 总统也跟大家一样 守在电视机前面 关注我们所有选手的表现 那也随着战况可以一起屏息 一起紧张 也为了你们每一次的胜利而喝彩 所以再次感谢总统的鼓励 那么接下来致辞 我们要一起欢迎的是 中华成长体育运动总会的会长 慕敏珠会长 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欢迎 欢迎会长 敬爱的蔡总统 爱副总统 苏院长 还有我们各位长官 准备了厚厚的一个稿子 要感谢 很多 尤其我们教育部 体育署 全民主 给了我们很大的照顾 支持 而且尤其是帕运延后一年以后 我们有更多更充分的资源 来培育我们更多的选手 这一次 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乖 很勇敢 很辛苦 真的 表现非常好 我们各位选手教练 我们自己为台湾鼓个掌好不好 真的 我以你们为荣 从这一次的帕运有161个国家参赛 有4500个选手 也可以说是历届创下历届参赛的国家跟选手最多的 虽然是疫情全世界疫情的情况之下 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可见运动员的精神 奥运的精神 帕运的精神 真的是很了不起 这一次我们在东京帕运有两个大突破报告总统 我们第一 我们林副署长 体育署副署长 以政要的身份正式被邀请成为我们的政要代表领队 到了帕运 同时接受了IPC会长亲自的邀请函安排了五场颁奖典礼 甚至于也公开的把林副署长的 Depute Secretary General of Sports Administr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整个的名称都打出来了 所以呢是证明了 证明了 那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不但证明 而且发光颁了五场的奖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体育外交的大突破 我们也觉得身以为荣 育有荣誉 除了这一次的突破以外 今年年底我们还有一场 比较大的 要总统来支持 来参加 部长已经下达指令 要我们好好的把它办好 院长也会来支持我们的 所以呢 今年年底有182个国家的代表 要到我们台北南港来开IPC的会员代表大会 那同时要有宪章的修订 还有选举会长 副会长跟职委的选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目要邀请 蔡总统力临的 就是帕运的杰出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的奖章的颁奖 这个颁奖是180几个国家的这些运动员的优秀的表现 教练的表现 他有最佳女运动员 最佳男运动员 最佳团体奖 最佳教练 最佳裁判等等 比奥斯卡 还要更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 颁到我们台湾来 也就是说182个国家到我们台湾来开会 我们是地主国 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 以我们真正的这个证明 台湾站上世界的舞台 甚至于把联合国搬来我们台北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盛会 也是世界瞩目的一个 Polympic Movement 所以呢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秉持着 长官给我们的支持指导 和给我们更多的协助 我们相信一定会让世界看见台湾 让台湾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 我们更要为明年的亚帕运来努力 好不好 谢谢总统 谢谢各位表白 谢谢会长的鼓励 相信在总会的推动之下 我们的身杖运动可以越来越棒 继续往前 谢谢会长 好的 接下来的选手代表致辞 也要特别介绍 我们提到一位运动员 人生能够有一次前进到帕运会 已经非常的难得 而且不简单 接下来这位选手 他六次前进帕运会 代表他人生有超过二十年 都投入在建立竞技运动 一起来欢迎林亚璇 我要深呼吸一下因为会紧张 好 总统 副总统 院长 各位 贵宾 各位长官 帕运的伙伴们 不是 代表团的伙伴们 选手 教练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荣幸 今天有机会 能够代表选手上台致辞 要先谢谢小英总统 在我们趴运结束后 为我们办了这么棒的一场欢迎会 迎接会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里 再次相遇 并说出我们心里满满的感谢 首先我要诚实的感谢体育署 中华民国才让体育运动总会大力的支持 代表团队的后勤人员的行政团队 医疗防护 体能训练 营养 照护的专业人员 在他们周全细心的安排下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出国完赛 平安健康的回来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大家 我要看一下稿子 好 我记起来了 这次的参赛 我们面对敌手 我们一点都不孤单 因为我们有 各大媒体的采访报导 我们有爱尔达电视台 独家的赛程讯号转播 我们有各县市的相亭 我们有协会 赞助厂商 家人及我们的亲朋好友们的守护跟陪伴 更重要的是 我们感受到国人为我们的加油打气 这次我们在东京 虽然我们在东京比赛 但跨海 我们感受到台湾最大的温暖 谢谢你们 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教练 身为身上选手的教练 他除了要有专业的技能 强壮的身体 和一颗热情的心以外 他还自我们选手的手 我们选手的脚 我们选手的眼睛 谢谢教练们细心的呵护 我们才能克服困难 然后完成我们的训练 我们的比赛 还有人生种种的困境 谢谢教练为我们身上选手的付出 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爱你们 东京帕运是我第六次参加的帕运 也是我感触最感动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帕运 我要谢谢总统 亲自带头做我们的姻缘团队 号召国人为我们加油打气 更棒的是这一次 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没有不同 我们一样是台湾的骄傲 我们一样是国人的荣耀 在身体生理方面 也许我们跟奥运选手有所不同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想要夺牌 为国争光的心 却是相同的 不曾改变过的 秉持着这个信念 我们会努力 继续努力 然后更专注的投入在我们的比赛 和练习上面 在练习 专注的投入在练习跟比赛上 相信总统跟全国的民众 一定会继续为我们加油 当我们的最强最有力的后盾 帕运的精神 是透过帕拉运 帕拉运动会 促进社会的融合 有大家的相挺 我们一定会勇敢继续的向前迈进 谢谢大家 谢谢亚璇 谢谢 谢谢亚璇带来这么激励人心的致辞 现在亚璇还投入了射箭运动 我们也祝福你可以有好成绩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她 好 真的非常开心 今天选手来到现场 那接下来呢 包括我们的苏院长有特别准备的礼物 要送给选手哦 我们这边要接受纪念品的代表式羽球选手方正宇 欢迎正宇请上台 也欢迎苏院长 为了欢迎选手们 苏院长这边有特制的纪念品 好 这是冲冲冲管还有闷烧管 这是院长特别准备给选手的哦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吃饱再冲 我们现一张合照 来正前方的媒体朋友 谢谢 同时我们也邀请教育部部长潘文中 潘部长一起上台合影 欢迎部长 也希望选手们继续加油 接下来还有下一个目标 就是2024年的巴黎帕运会哦 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继续为台湾体育冲冲冲 谢谢 感谢部长 也谢谢院长 也谢谢选手 请回座休息 谢谢 谢谢 谢谢院长 不只如此哦 接下来 总统也有特别准备纪念品要送给我们选手 小英总统也要送上纪念品 在这里欢迎的选手是我们的桌球选手 田晓文 请上台代表接受 这份纪念品也欢迎总统 哇小英总统这次准备的纪念品是客制化的专属背包 希望选手带着总统的祝福背上背包 可以继续奋战 把奖牌通通背回来 谢谢 好小文请回座 那我们请总统刘布 因为收下了纪念品之后 选手又特别准备纪念品要送给总统哦 这边特别准备的礼品呢 是我们代表选手是田晋选手刘雅婷 还有柔道选手李凯玲 我们请工作人员协助两位选手来到舞台上 他们特别准备了纪念品要送给总统 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哦 首先第一个纪念品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次东京帕日会的吉祥舞娃娃 从凯玲手上交给总统 这个娃娃的名字英文听起来很像 So Mighty 就是很有力量的意思 就是代表着帕运选手的坚强意志 好 谢谢 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 第二项礼物 还有一个纪念品也要送给总统的哦 接下来第二项的礼物纪念品是 这一面会期 我们来看一下 正面的会期 充满了所有东京帕运英雄的心意 所有的签名都在上面了 我们也让总统跟两位代表选手 还有这面拥有东京帕运英雄们签名的 这个会期进行合照 好 这里我们也邀请副总统 还有院长一起来到舞台上进行合照 这上面是东京帕运英雄们的签名跟心意 所有的力量都在上面 今天透过这张合照 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心意跟力量传递出去 再次掌声给我们的选手 还有整个代表团 这是送给总统的会期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选手 还有总统副总统以及院长 我们请回座休息 谢谢 好的 我们整个活动即将进入尾声 稍后马上要进行一张大合照 很难得大家齐聚一堂 现在我们要麻烦所有工作人员 邀请我们的贵宾一起来到舞台上 准备好我们稍后要进行合照 在这里呢 我们邀请今天所有的代表团贵宾 还有选手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之下 一起来到舞台前方 等一下 我们也会邀请国防部的心理作战大队 总共有八位的起手 等一下会一起展开六成四公尺的大国旗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是透过陆海空混合军种的起手 来组成的喔 要用最高规格来英雄赞英雄 同时呢 这次总统府也非常的用心 也准备了活动来迎接我们东京帕育英雄 那么在三楼的位置这里呢 特别准备了大型拍照装置 稍后我们的选手跟代表团成员 可以透过互动装置拍照 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么现场我们也有这高速的相片印表机 搭配活动的手举牌 大家可以一起拍照留念 让我们的帕育英代表团可以随拍随硬 把这些回忆一起带回家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这次东京帕育英的代表团 一起出席来到总统府 那总统也热烈欢迎大家 同时也感谢大家 在东京帕育英的努力 让全国人都看到了你们的精神 这边也欢迎总统副总统还有院长一起上前 我们说帕运会就是英雄汇集的地方 今天所有的英雄都已经汇集来到了总统府的场厅 国防部心理作战大队请展旗 台湾英雄游走公平 再次感谢所有帕育英雄努力 让全体国人见识到挑战自身极限的勇气 大大鼓励了所有台湾的民众 我们邀请全体国民继续为这群优秀的选手加油 我们2024再战巴黎帕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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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赚爱感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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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